这还是龙当当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八阶强者 增悟的个体战斗力极强 自身厚重的肥肉就是最好的防护 有类似于施钢一类的恐怖力量 在没有强大装备的情况下 想要破他的防御 对龙当当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 此时此刻 他凭借刚刚领悟的刹那永恒 强行压缩修罗红莲的剑意 在没有实体骑事件唯一托的情况下 竟然直接破开了对方的防御 并且将剑意在其体内引爆 这刹那的恐怖压缩 是时间对剑意的收容 爆发出了如此惊人的威能 这也让龙当当对智慧灵卢有了全新的认识 亡灵大军的攻势并没有减弱 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 远远地龙当当感受到了剧烈的灵力波动 他凝神看去 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一共十二名乌妖 正以贴地飞行的方式 朝着他这边的山峰靠近 他们手中都握着鼓掌 在前进的过程中吟唱着咒语 强烈的压抑感令龙当当有呼吸困难的感觉 这些乌妖都是七阶的强者 单独的七阶乌妖不算什么 但他们就像是亡灵大军之中的魔法师 十二名七阶乌妖同时施法 恐怕可以将自己所在的这座山移为平地 怎么办 龙当当瞬间做出了决定 他扭头看了一眼洞窟的方向 能清晰地感受到其内部强烈的灵力波动 空空地突破到了关键时刻 龙当当抬手在小八的身上 轻轻地拍了拍 一人一龙心意相通 下一瞬 龙当当跃起在空中 身体变成了晶莹剔透的金色 光源速化 光之跃迁 只见一道金色的流光在空中画出绚烂的光彩 直奔那十二名乌妖飞射而去 在这一刻 龙当当的心中只有决绝 他不能等乌妖施展魔法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抵挡住 十二名乌妖同时释放的强大攻击 就算加上小八和小鞋也不行 对付魔法师最好的办法 唯有近身 尽管他明知道自己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但是在这种时候 他没有别的选择 正如宇童对他的评价 他永远是有决断力的人 做出决定就会无比坚定地去执行 金色的流光 犹如夜空中掠过的一颗流星 以至于下方向前发起冲锋的亡灵大军 督下意识地抬起头 朝着空中看去 十二名乌妖自然也看到了 他们原本针对山腰方向的魔法 立刻转向 咒语来不及吟唱太长 但作为他们这个层次的存在 临时转换成较低层次的魔法 还是能够做到的 一道道幽绿及紫黑色的光芒 直奔那金色流光而去 那金光仿佛是虚幻的一般 完全无视了这些魔法的拦截 几次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来到了十二名乌妖上方 画到以前 就算是使用光之跃迁 龙当当也不可能跨越这么远的距离 但领悟了刹那永恒之后 他做到了 刹那的压缩 让光之跃迁在爆发的时候速度加快 超出了星药套装原本的威能 龙当当从天而降 落地的刹那 拳头砸向了地面 大地轰鸣 来自大地吉隆的血脉天赋爆发 大地骤然震荡 带着强大的吸扯力 将想要脱离的乌妖们 硬生生地拉了回来 璀璨的修罗红莲剑芒 犹如一朵巨大的红色莲花 以龙当当的身体为中心 瞬间爆发开来 在它爆发剑芒的瞬间 周围的时空仿佛凝固了一般 正在吟唱咒语 或者准备激发顺发魔法的乌妖们 全都凝制了 对它们来说 这一刹那 就是永恒 扑扑扑扑扑 一连串的穿刺声响起 乌妖没有血液 有的只是紫黑色的雾气生腾 十二名乌妖 瞬间被灭 修罗红莲剑一灭杀的 不只是身体 也包括它们的灵魂 庞大的亡灵能量 在空气中回荡 龙当当在这世觉得有些遗憾 自己没有弟弟的吞噬能力 不然的话 这么多的亡灵能量 值得一吸 瞬间消灭十二名七阶乌妖 这放在以前 是龙当当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而此时此刻 它做到了 使用过后 它意识到了 智慧灵卢的威能 究竟有多么强大 二阶的侵吞漫土灵卢 和之前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是对时间的掌控 还是对时间的压缩 都带给了龙当当难以想象的提升 而且龙当当还发现 如果用刹那之力来压缩灵力 自己的灵力 其实是有些承受不住的 甚至会因为压缩过度消散 它的灵力不行 却有行的 同样是守望者层次的修罗红莲剑翼 根本不怕压缩 甚至有种它 本来就应该如此凝实的感觉 灭杀了十二名乌妖的修罗红莲剑翼 没有消散 反而朝着周围一卷 顿时 大片的中低阶亡灵倒下了 龙当当没有停留 转身朝着自己来时的那座山峰冲去 光之跃迁 没办法连续使用 它现在只能硬冲 山腰 小巴和小邪 顽强地守护着洞窟中的龙空空 龙当当 冲入亡灵大军之中后 周围的亡灵生物 顿时朝着它包围了过来 两只身高超过五米的巨大阁楼帅 先冲向了龙当当 手中如同门板一般的骨刀 当头斩落 那恐怖的力量在空中惊起呼啸声 就连空气仿佛都被撕裂了似的 身陷重围 龙当当明白 自己的生死只在一瞬间 他不知道弟弟突破之后 是不是能够传送回去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多拖延 一些时间 给弟弟争取时间 敖翼龙当当口中发出一声龙吟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一圈火焰骤然向周围爆发而出 火性魔法 抗拒火环 而且是以龙羽为基础 释放出去的 那两只巨大的骷髅 只是裂起了一下 就继续攻来 其他的亡灵生物被扫开了一片 龙当当没有选择硬拼 脚下一个滑步 就从一只巨大隔海的身边 窜了出去 他也不攻击那骷髅 只是身上散发出 一圈圈白色光韵 令那两只大骷髅的身体 都变得迟缓 然后他瞬间发动了 骑士的招牌技能一冲锋 速度陡增 全身金光迸发 龙当当双手之中 各握着一柄骑士长剑 长剑所过之处 所向披靡 修罗红连剑芒 在他身体周围 闪烁扫向周围的亡灵生物 迅速冲击 他在等光之月迁的冷却结束 只要能够再次施展技能 他就能冲回洞口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强烈的压迫 赶从空中传来 龙当当没有回头 立刻张口发出一声龙吟 使出了龙族天赋技能 一 净空 小八能够施展的龙羽魔法 他也能够施展 唯一的不同就是 他的威能比小八弱一些 令龙当当心头一紧的是 头顶上方传来的压迫 不减反增 他猛地转身 双手骑士长剑 呈十字架起 全身金光绽放 用出了神域格挡 当 轰鸣声中 龙当当只觉得 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 他整个人倒飞而出 直接撞入了亡灵群中 砸出了一条通道 他手中的一双 骑士剑寸寸断裂 龙当当只觉得 胸口一阵发闷 险些喷出血来 那是一只通体碧绿的骷髅 身高两米左右 手中提着一柄碧绿色的大剑 他一出现 周围的亡灵生物 顿时退开了 八剑 龙当当完全可以肯定 这是一只八剑的隔海 因为刚刚那一剑分明 就是灵刚的力量 而且 他手中的大剑有古怪 上面似乎附带着特殊的能力 瞬间就将自己那两柄灵魔级的骑士剑震碎了 同样是八阶 这碧绿骷髅 带给他的压迫感比增物强很多 龙当当看了一眼自己冒血的虎口 催动灵力 一道神圣祝福落在了他身上 然后他取出了两柄灵魔级骑士剑 心中暗暗发誓 这次要是能活着回去 说什么 也要弄两柄好剑 碧绿骷髅眼眶中 冒着森森火焰 突然一个垫步再次腾跃而起 手中的重剑直奔龙当当劈去 龙当当这时候明白 为什么先前自己的近空对对方无效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飞过来的 而是跳跃过来的 那惊人的跳跃力 伴随着碧绿色的尸缸爆发 空气中多了一股咸腥的味道 龙当当没有硬扛 脚下滑步后退 他一边迅速催动灵力治疗手臂的伤 一边连续释放出多个中低阶魔法 重力控制 抗拒火环 冰盾 风支束缚 这些魔法自然无法挡住石刚的侵袭 但总算能起到一点阻挡作用 龙当当现在十分冷静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战胜对手 但最起码 他要多拖延一会儿 给弟弟的突破争取时间 许多魔法元素被一刀两断 巨剑凌空 地面瞬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犹如恶魔之口 直奔龙当当吞噬而来 龙当当的身体骤然盘旋起来 一双重剑圣光缭绕 旋转的圣光中 响起声声震爆 那一团团骤然爆发的圣光之力 犹如星光一般璀璨 双方重剑 瞬间完成了十多次碰撞 一块块金属碎片不断飞射而出 碧绿骷髅被打得落地的时候 龙当当在数十米外 脸色苍白的大口喘息着 手中的两柄重剑全都碎了 匿迹一心和环绕 哪怕凭借这样的爆发力 龙当当也只能够勉强挡住对手 这次龙当当对对方手中那柄碧绿色 常见的感受更加深刻了 那碧绿色重剑不但极为锋锐 更有一种诡异的震荡力 当双方碰撞的时候 那阵荡力不止破坏龙当当的重剑 还能令上面附着的灵力 纷纷崩解消散 如果不是星河环绕的特殊性 双方一接触 恐怕龙当当就要崩溃 灿烂的红光 从龙当当背后爆发 击杀增悟之后 修罗红连剑和侵吞曼土灵卢 都需要一定的恢复时间 并不是两大灵卢本身需要恢复 而是龙当当的身体 想要承受他们的威能 需要调息 而现在 他已经没法继续调息下去了 红 白两色光芒 在他身前缭绕 一道道修罗红连剑意 迅速凝聚 压缩 瞬间就完成了收束 龙当当身前 一道金红色光芒 璀璨迸发 碧绿骷髅眼眶中的灵魂之火 瞬间收缩到 如同针尖大小 他显然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龙当当没有停顿 剑意一旦压缩完成 就必须在下一刻爆发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做不到收发犹新 璀璨的红色剑芒闪烁 金红色的大剑 瞬间爆发出杀戮气息 龙当当的身体 在这一瞬 被染成了金红色 瞬间就展向了碧绿骷髅 碧绿骷髅 显然有着高等智慧 他没有半分犹豫 瞬间暴退 这一击 让他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好